東京奧運在細節上 引入了不少的科技和環保元素 例如說頒獎台 是用3D打印技術製作的 材料亦都是在民間回收回來 體現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每次頒獎勵都會見到它 但亦都是最容易走漏眼 雖然大部分的目光都落在一種獎牌得主身上 但他們腳下的頒獎台一點都不馬虎 頒獎台的顏色和圖案 可能令你想起奧運會輝 因為負責設計今屆頒獎台的 正正是創作會輝的野魯昭雄 圖案同樣採用了 江戶時代的傳統圖文 早市重文 但改用立體化演繹 加強光影效果 每一件立方體組件 都是用3D打印完成 雖然打印的材料是塑膠 但為了貫徹環保理念 全部塑膠都是廢物重用 大會用了九個月的時間 由日本全國的超市、學校等等 回收24.5公噸的廢氣塑膠 製成3D打印用的素材 印出大會98個頒獎台 至於頒獎台相陷的五環標誌 亦都是用女材3D打印移成 回收自日本311大地震的時候 是在區搭建的臨時房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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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 有 我們 有